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近日访问了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和法国丹麦立陶宛三国 代表团与当地政要智库和桥界广泛交流 介绍了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 改革开放40年 特别是18大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取得的巨大成就 对于外方关心的涉藏问题 代表团积极回应 澄清事实 解疑是获 介绍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西藏的历史经纬 宗教传统 文化传承等 外方赞赏中方在促进西藏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巨大成就 表示愿与中方保持坦诚交流 不断增进了解互信